日本都解決了 台灣不能夠解決 要問中國 為什麼對台灣這麼不公平 那你為什麼不問中國 要我去問中國 中天的民意代表 除了反應民意之外 還要去做你政府該做的事情 在您的臉書上面 貼出來的日本跟台灣的比較 我們從您的貼圖上面看到了 從2021年到2022年 它的曲線圖顯示出來 日本的政府呢 它對於淡價的部分 這是你自己的圖是控制的 但是從台灣的部分 它反而是直線上升的 這個是不是正好的 就是呼應了民間講 淡價的居高不下 農委會只會裝飾是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因為是飼料成本上漲超過市場 讓農民的誘因大幅度減少 我第二問題請教 你把這個圖貼出來 我看了之後 民間看了之後也很心痛 為什麼呢 按照你的圖上面講 日本呢 是它的總消費89.1萬 台灣的食物 日本的食物支出24萬 台灣呢 總消費81萬 可是食物支出呢 12.8萬 這個東西呢 當你在解釋說 台灣比日本好的時候 你有沒想過按照這個比例 是我們台灣的人民是 勒緊褲帶過日子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完全不是 委員如果看主席總處的 飲食消費支出 每個家計部門 就是十幾萬的消費支出 把所有的東西當政府單位不為 最後面的結果讓蛋農 讓消費者承擔 你認為對他們公平嗎 我們一直再次的強調 我一定要讓蛋農有利潤可言 那不是嘴巴講啊 不是話術治國啊 具體行動 你的具體的行動出來 是我們看到 剛才你自己在臉書上面的貼線圖 那我要再提到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我講說 老是外國能 台灣不能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被禁的這個產品 2019年1月 對不起 2019年11月的時候 WTO就通告了 農委會有收到 還是沒有收到 我們是在2019年 2019年 1月26號 就收到了 對 有沒有收到 剛才主席才是 針對委員的問題回答 有沒有收到WTO的通告 主管機關 有沒有收到WTO通告 有還是沒有 這不是農委會權責 我們不知道 所以是經濟部收到 經濟部次長麻煩上來 經濟部收到通告 沒有告訴農委會 我們重點是 在隔兩個月 在WTO的TPT 立刻提出 這樣是一個貿易障礙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很簡單 墨西哥啊 他在2020年的時候 3月的時候呢 他就提出來對WTO 我提出來的資料 全部都是有國際的 一個依據的 他提出來資料之後 他就開始詢問了 這些的東西 這些的 consultation的 等待呢 到2019年的12月 第一個我們講 這個階段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不為 好 第二個呢 我要請教的 剛才主席才是 你不要跟我搶話 剛才主席才是 要我們自愛 你也要自愛 我現在請問的 就是說 可是委員的資訊不正確 我要回答 否則這會造成困擾 我前面的資訊 就是你自己的臉書 這個WTO的data 是從WTO來的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2020年的2月 在TBT 就提出了貿易關鍵 你如果不尊重本會的規定的話 那很抱歉 我時間我也沒辦法 那委員你不覺得 我應該把事實真相講嗎 等到你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讓你講啊 對不對 你在臉書上面 你也自己貼啊 不是這樣子嗎 好我要請教你 日本的農林水產 他開設了專區 他一步一步的展示 他的流程 他的表格 輔導業者申請 為什麼日本可以 台灣不行 我請問你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委員你知道 我們有開專區嗎 委員你知道 我們有開專區耶 我們有專人服務 我們還專線 打電話 那為什麼他們各自申請的 日本都解決了 台灣不能夠解決 你要問中國 為什麼對台灣 這麼不公平 那你為什麼不問中國 要我去問中國 我們問中國 什麼時候 我們問中國了 問中國了 所以今天的民意代表 除了反應 民意之外 還要去做你 政府該做的事情 是因為委員的資訊不正確 這個就是 我們的資訊 從來沒有不正確 中國 我的資訊 從來都是從文房出來的 我的資訊 還從你自己的臉書出來的 不要拖延時間 我們專線專區服務 你專 墨西哥都已經提出來了 而且 別人定了一個時間 你不遵守那個時間 好 我再要提出來的一個 我再要提出來的一個 你說 時間再停一下 這個 主委 委員在問 你在這樣子 你是想要 那委員還沒講完話 你就在那邊搶答什麼東西呢 我跟主席報告 因為他有問了這些議題 而且資訊 跟原來事實不正確 我有必要第一時間講清楚 怎麼會不正確 所有的東西 是從WTO官網出來的 那你不正確 你去跟WTO申訴啊 好 我們就問你 你跟WTO申訴的內容 我現在貼出來的 WTO申訴的內容呢 我們查到的是像 加拿大 歐盟 印度 印尼跟美國 我們在WTO申訴 你申訴在哪裡呢 WTO不結束你的申訴嗎 那為什麼官網上面不貼出來呢 謝謝委員 太好了 這個就是 外界說政府都不做事 我現在回答 總共9次 從2020年的2月開始 中國在2019 11月 那你應該要去跟WTO講說 他的官網出來的資訊不正確啊 你應該去抱怨啊 不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委員找的資訊 跟我們的資訊是不是一致 我們就是在 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資訊呢 我的資訊是公開網站上面找的資訊 那我講的也是代表憤怒 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大內宣 我們看到所有的情形呢 是外國做了 你不做 我們做了9次 委員 你講這樣不對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做 我們做了9次 不要講話 這樣子啊 剛才李委員問了所有的問題 今天下班以前 通通書面回答 好不好 針對問題 針對問題 剛才李委員問了所有的問題 你今天下班以後 今天下班以後 在結束之前通通書面回答 好 謝謝 真的問題 各位 海荒鮑魚干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 714 享有折扣喔